感觉国五排放标准都还在消化阶段 国六就诞生了 国六被誉为全球最严格的排放标准之一 它的诞生让厂家车主和经销商全部都很郁闷 但是国六的诞生却是立足于我们的基本国情而诞生的 环境问题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 随着全面奔小康的步伐加快 现在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国家 变成一个汽车大国 而汽车污染物的排放也绝对不容小觑 在2015年的时候有人测算过 截至2015年汽车保有量突破1.7亿大关 而且每年还在突飞猛进的增长 2015年全年汽车四项污染排放量 总量达到了4.5千万吨 汽车尾气作为主要污染物 导致每年严重的雾霾问题 雾霾已经影响到了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要想治理得从源头做起 对汽车实施节能减排是很有效的方法之一 更严格的国六排放标准 要求THC排放从原来的100标准降到50标准 PM也从4.5降到了3.0 总的来说 国六的污染物排放量会更低 排放标准更为严格 国六出来以后更好的约束汽车厂家 生产出排量更低的产品 对于排放量高的老车 国六的出台可能会加速报废 有些城市实行三环内限制老车进入 有的老车甚至被打上了黄标 已是区别 不仅如此 之前只符合国五国四的二手车销售难度也加大了 甚至还会贬值 让二手车经销商较苦不跌 当然很多汽车厂家已经积极响应起来 新能源车大家都不陌生 具有动力足零排放或者低排放的特点 近年来政府大力支持 不仅在牌照上特殊颜色标识 买车的税费上还有优惠 最关键的是不现行 因此最近要购买新车的小伙伴 务必注意车子的排放量 不然到时候国六正式实施 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